為了迎接東亞運動會的來臨 日日蒙家衛、黎諾爾、陳錦雄等 就首先來一場羽毛球友誼賽 最後有合作無間的Yoyo和諾爾這組獲勝 對Yoyo來說 打羽毛球就毫無難度 但最近就有一件事 就令Yoyo非常煩惱 事關男友鄭伊健就離開演唱會 導致Yoyo的電話響不停 原來都挺多電話打來 覺得我一定有票 所以都有點複雜 我就把他的公司電話交給我的朋友 叫直接聯絡 之前有新聞報道說我買了票 那些朋友就會覺得 你不用買票 你那兩張樣給我 我就開始覺得很難做 因為每個人都養 其實黎諾爾都買了票 如果要養票 叫黎諾爾 我也有票 我們高價炒賣 我前排來的 你前排嗎 我坐在旁邊 附近 可能2000我們捐去做線紙 現在純粹做線紙 他們可以來比 不過近日Yoyo忙於拍劇 應該都沒什麼時間 幫身邊好友撲飛了 看白他連跟男友 打羽毛球的時間都沒有 那伊健要自己去操練自己 沒有你陪的 我想運動的事 其實永遠都只可以自己操練自己 是嗎 但大家一起打球 開心點 整班人 你都是腳 到我說了 是嗎 伊健最近很忙 因為要忙於他的演唱會 所以我也很久沒見過他 很多人就會想說 我想見到你們同台 Yoyo會不會相信英文醫 其實我們是同台 我們都是屬於翡翠台 謝謝 拜拜 一定不會做嘉賓 雖然錦衡這個輸了比